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那么我们身为一个进度中的修学者 当我们开始在佛堂当中 异佛念佛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我们明了的心 跟阿弥陀佛的身后接触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产生两种强大的力量 一个是我们内在一个心灵的力量 我们那种皈依的心 其实呢一个外在的弥陀48页的 这种强大的加持力 心力跟佛力的结合 那么当这两种力量在交付作用的时候 我们称为感应道教 那么感应道教从两方面来说 当我们平常在感应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是 消我们的业障 增长我们的福报 但临终的时候感应道教 就使令我们代业往生求生净土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净土中的修学者 整个生命的目标 就是追求一件事情 就是感应道教 想尽任何办法跟弥陀的本宴 能够心心相应 感应道教你就成功了 那么感应道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 古德说是 千江有水千江夜 夜量是高高的挂在空中 充满了广大的光明 那我们没有光明啊 我们希望把佛的光明 转成我们自己的光明 怎么办呢 千江有水 你把这个脸盆准备好了 这个夜量的光明就硬上 就是感应道教说得清楚一点 就是把佛的功德 转成你内心的功德 转他成智 那么站在一个转他成智的角度 就知道一件事情啊 就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力啊 佛陀永远 居在被动的角度 所以我们修进土中的人 要知道一个真相 佛陀不能主动的救保我们 不可以 月亮有无量的光明 但是他不能主动的照耀我们 我们必须把水准备好了 他才能够成就感应的 所以我们的心灵力量 永远是基于主动的地位 这就是阴光大师为什么说 我们今天在练佛的时候 你释放出一份的力量 佛陀给你一份的感应 你释放出三份的力量 佛陀给你三份的感应 你是十份的力量 给你十份的感应 所以这当中就知道的一件事情 你练佛啊 问题不是你练的数目多少 而是你在意念佛陀 那个明了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 你产生多大的力量 就叫产生多大的回忆 所以如何加强我们心灵的力量 变成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那么当然我们内心的力量 从本经来说是两种差别 一种是从真实的心 所发出的力量 一种是从希望的心 所发出的力量 什么叫真实的心呢 它的内涵叫做 离一切相及一切法 一个人进入真如三妹的时候 他心中是没有相状的 古人说是 人所双亡诸相颇得 没有对立 没有相状 他也不是杂染相 但是他可也不是亲近相 只好说离一切相 或者说亲近本然周遍法界 禅宗说的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他没有相状 他虽然没有相状 他可也是极一切法 他记住无量无边的 不失词解忍辱 尽进禅定智慧 这种功德之法 他有那种强大的能量 所以他随时可以献出 杂染相 他也显出亲近相 所谓的浦门视线 所以一个人把心带回家以后 他本身没有相状 但是他随眼可以显现任何相状 这种力量是特别强大 但是不幸的是 我们现在不是安住在真实的力量 我们现在凡复是什么力量 是一种虚妄的力量 什么叫虚妄的力量呢 就是我们内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我们内心有五种相貌会出现 过去的业力 有这个色受想形式 这五种相貌在心中同时显现出来 我们跟每一个人跟任何的事情接触的时候 有一个色尘的相貌 这个色尘包括色身相会触法六成 不暴大地显现安乐美妙的色尘 不暴差地显现的是一种苦恼的悲贱的色尘 那接下来是感受 快乐痛苦的感受 第三个是想象 那么这个都没有错 因为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这个叫做行业发现 我们的心只是 如实地把我们过去的善恶业力 把它显现出来如此而已 过去照着业精深表现出来 自作自受 那么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出在我们跟我们的色尘接触的时候 跟我们的感觉接触的时候 跟我们心中想象接触的时候 我们的心住在上面 这个就糟糕了 整个阴言啊 一念方动乌云遮 风云变色 我们强大的真实力量就全部消失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住在我们的感觉 我们住在我们的想象 我再想一次 感觉有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打很多妄想 有没有错 也没有错 阿拉也是如此显现出来 你有这个种子 一道外延 显现出现形 但是问题是我们住在上面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叫颠倒 我们错误的开始就是 当我们的心把我们的五意 献出来的时候 为事所献 没有错 但是为事所住 这个地方就产生很多很多 生死的问题出来 那么在经典上说 我们心中住在我们的感觉 住在我们的想象 有两种过失 第一个 我们力量变得很狭隘 我们住在某一种象状 就好像说 我们去追求一个水炮 结果我们失去广大的大海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去练大悲咒 我们的感应是如此的小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 产生这么大的力量 同样是法律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同的心 去刺激这个 去接触大悲咒的时候 效果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心有千千解 我们住在很多的向上 结果我们强大的力量都死掉 所以祖师告诉我们 把心带回家 见相离相 这是第一个 我们住在相状 来的实力 我们心灵变成非常的狭小 一个人对相越执着人 他的胸量肯定越小 他今生的成就 也就越小 不管你多到地 因为你做功课是心力 第二个 你经常喜欢住在你心中的感觉 跟妄想 你的心变成非常脆弱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跟妄想是不断变化 所以你经常会觉得心不安 弟子心不安 你看我们很多练佛人 你问他说 你有没有把握往生 没有几个讲得出来 佛力是现成的 佛力不可思议 这部分是 佛菩萨已经准备好 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 已经整个设施在一句佛号当中 这个地方没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握 把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 全部把它开显出来呢 因为我们的心力太薄弱了 我们住在一个向上 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我们要离命中的时候 我们要很多假设 因为你心中有所注重 攀岩心要假借外言而勇 你要假设你离命中的时候 没有人来干扰你 你要假设你心中的烦恼 不要来刺激你 你要假设你离命中的时候 不能发生任何的状况 你还要假设离命中的时候 善之士的献钱 给你开导安慰 所以我们一般人 用生灭的攀岩心来练佛 你要达到了临终正念 你要有很多很多条件的记住 而每一个条件你都没有把握 所以你在练佛的时候 你完全不是操之在我 所以我们修了 守恼言经三妹以后 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 临终的正念是我自己做主的 因为你开始 学着勉强自己 去离开自己的感觉 去离开自己的妄想 把心带回家 你慢慢知道 原来你真实的力量 是可以不于一切万法为伴侣的 这个事情是做得到的 就像祖师说的 不管外面的房子 房子外面 不管风吹雨打 你房子里面 是安然无恙的 所以修守恼言三妹 最大的特点就是 你可以成就平时的自在 平时的正念 你也可以得到 临终的自在正念 因为很多外在环境 你没办法决定的 但是你可以决定 你要不要住在上面 外境要显现什么样的音言 这个叫做万般皆是夜 半点不由人 但是这个夜显现的时候 你要不要住在上面 这个是你决定的 你可以超市在我 所以整个任言经 它的整个思考模式 只有一个 就是把心带回家 你不要去攀岩 外在的射程 不要去攀岩 你内在的感受 跟你的想法 这个对你没有好处 会把你的心料弄得很狭隘 会让你所修的功德不圆满 会把你内心弄得很不安定 而反过来 我们安住在一念心性 常乐我尽 所以回家是好的 所以这个整个任言经 它告诉我们 就是一个仿望归真 把一个希望在外面攀岩的心 带回到我们真实的心 我们看讲义的欠修 那么这段经文 等于是佛陀在前面 七处破旺十番显见 乃至讲到二节定义的第一节定 发布地心以后 佛陀先做一个总结的欠修 好 我们这个地方有两段 第一个是结事法义 第二个是以欲合法 我们先看第一小段 请合掌 阿难如今御令见吻觉知 远弃如来 常乐我尽 应当先则始生根本 依不生灭 原战性成 以战玄其虚妄灭生 户还原觉 得原名绝无生灭性 为因地心 难后原成果地修正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整个 返旺归生的过程有两个次第 第一个一种选择 你要知道 简别去选择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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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住真如 要做一个真旺的 简别 跟选择 佛陀说阿难 你现在 想要依止你 一个凡夫的 见闻觉知 当然见闻 则始生没有什么错了 那么我们修行当然要靠 见闻觉知 你要看见 见气 言佛像 要看这个闻 闻的功能 去听音声 听那个凡辈 听佛的说法 乃至于第六一诗的了知 那么我们依止 见闻续长觉知 来修学一切的法门 我们的目的干什么 要能够契合如来的 常乐我尽的 大伯涅盘 也就是说 当你学佛的目的 不是只是追求 人天的生命果报 而是追求一种 圆满的佛果铺体 那怎么办 你要先简别 这个简别就是有 那个眼离的意思 你要眼离生死的根本 什么叫生死的根本 就是攀岩性 心有所助 那么你要依止 不生灭心 才能够圆满 不生灭的 圆满 赞燃的 这种心性 才能够成就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依止 不生灭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当我们 把心带回家以后 做什么事呢 以战旋起 以希望灭神 这个战就是 赞燃不动啊 依止这个 赞燃不生灭的 一个心性啊 来旋转 这个关键在这个旋制 当我们把心带回家的时候 不是大事一办 妄想 他也不断地干扰你 所以开始怎么样 来调伏 前面是讲安住真如 这样调伏妄想 那么 乐园经讲调伏 讲旋转 这个旋转就是 旋转这个 转世成事 把这个妄想啊 把它转成真如 使令这个 生灭希望的心啊 不再升起 那么恢复我们 本友的清净节信 才能够成就啊 本来光明 本来觉悟的 不生灭心 来当作我们 因地的发行 然后才能够延成 不生灭的 国地的功德 那么古德在解释 这段的时候呢 他提出两个字的重点 第一个一 首先你要一直 不生灭心 来修学 第二个 第二个旋 你要能够旋转妄想 那么把这个妄想 转成真如 一直不生灭心 来转妄想 我们的修学过程当中啊 你的因地的过程 是非常重要 说清楚一点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烦恼 但是你用什么方式 来对视烦恼 这影响到你未来的果正 你用对立的方式 烦恼现前 用很强烈的东西 把它断灭 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 生文人的对视方法 偏空的思想 大乘的思想是认为 达望本空之身本有 妄想只是一念心颠倒 而变成妄想 你要 妄想不是让你去断的啊 妄想你要去感化它 所以乐连经 他的意思就是 你要进入你内心的世界 先找到你的真实的真如 然后坐下来 跟你的妄想干什么 跟他沟通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这个转世成智 这个转啊 而不是断 大乘佛法的妄想 这个烦恼是用沟通的方式 来转变它 因为他的本性是亲近的 他只是一念的妄动 产生一种虚妄的假象而已 就像这个水炮 水炮你把它 转成就变成水了嘛 就变成私信了嘛 所以这个地方要清楚 你面对烦恼的方式 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会影响到你未来的种性 所以古德说 生人在断烦恼的时候 错损菩提 他用很激烈的方式 来消灭烦恼 结果他菩提心也发不起来 因为烦恼的性 就是真如的性 错损菩提嘛 所以那个阿罗汉 弄到最后没感觉的 阿罗汉修到最后是 享受灭无为 没有感觉 没有想法 那这个人就完了吗 这不是一个有情众生 所以维世学上说 严格来说 阿罗汉修的灭尽定 已经不是一个有情众生了 这是有情修成无情 那就跟一个石头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看佛陀成佛与佑 他是无量的大碑啊 夜印千江百戒作佛 到十方世界去做种种的视线 因为佛陀在断烦恼的时候 没有伤害到他那个明了 那个觉性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在断烦恼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造成后遗症 我们有病 我们应该吃药 但这个药把病治好以后 不能伤到你身体的炎气 所以你的上脚就变得很重要了 断烦恼每一个人都会 问题是你用什么方式 我希望我们一个大乘的佛弟 眼光放眼一点 你不是只是断烦恼 你的目的要成佛 所以你在断烦恼的时候 你要保存他的决性 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讲这个方法 是最圆满的断烦恼方法 速度快 没有后遗症 第一个 你先把信带回家 遇到烦恼的时候 我们讲过 遇到烦恼活动的时候 发脾气的时候 贪烦恼 在干扰你的时候 不是提佛 先安住一念心心 你告诉你自己 本来没有烦恼 那只是一个阴言的假象在动 那么安住一念心心的时候 再提佛号 然后再用直观的方式 跟烦恼沟通 说这个是虚妄 那只是过去一念的妄动 这是从过失下 你不断的用佛法来跟他沟通 这个妄想自然消灭掉 因为他不真实嘛 所以当这样 我们一个断烦恼以后 我们叫做什么 佛法说 恢复本来面目 恢复你原来的结性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整个过程 当然安住调福 这个地方 佛陀以下讲出一个批语 一个生活上的批语 容易了解 我们先看经文 如沉浊水 除余静气 静身不动 沙土自沉 清水现前 民为出府 克城烦恼 去泥存水 民为涌断根本无明 民向精存 一切电线 不为烦恼 结合涅槃 清静妙德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 总共是有两段 先讲一个批语 如沉浊水 除以浸气 这个城当冻死 我们想要去澄清 一个污浊的水 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本来清净 这个水本来没有任何象状 但是无缘无故的 不晓得是谁 把它丢了一把泥土进去了 那么这个水就开始污浊了 就变成清净的水 跟泥巴就混在一起了 在当中 有清净的水 有泥巴 两个同时存在 但是我们对泥巴开始厌礼 我们希望把心带回家 我们希望安住清净的水 那怎么办呢 除以浸气 你把这个水不要去动它 不明意不取不动 你把它放在一个 极静不动的器皿上 那么放久了以后 浸身不动 沙土自成 清水现前 那么你让它这个沉浸的力量 慢慢慢慢的深沉 让它慢慢的不动 时间久了 这个尘土 它自然的沉淀下来 那么清净了水 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这个叫做调伏课程烦恼 所以这个佛头是讲这个方式 对这个妄想 使用沉淀的方式 让它自己沉淀 你不要去断它 因为它没有实体的 让它沉淀下来 看第二段 去你以沉淀 名为永断根本无名 初学者不是断烦恼 什么时候断烦恼呢 等到你有禅定的时候 在资良位的菩萨 文师的时候 调伏烦恼 他不断烦恼 他只是要求你不随望转 让他沉淀下来 你不要再住在上面 让他沉淀下来 那么等到什么时候 还是断烦恼呢 加行为菩萨 就它产生修会 有禅定的时候 他开始用禅定 再加上我空法空的智慧 然后把这个烦恼的种子 给它消灭掉 把这个泥巴 就全部拿掉 只剩下一个清净的水 这就永断根本无名 这个时候已经是 破无名正法身 破一分的无名 正一分的法身 那么这个是一个因地的修学 那么破无名正法身 开显真如 开显先前一代心性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一下讲出两个好处 第一个 明相精准 这一段是一个字受用来说了 菩萨把心带回家 那么远离妄想 这个地方已经是破除妄想 破除妄想 开显真心的时候 金存观明的心性 就完全的现前 在自受用 受用常乐我尽 常住安乐我 这个地方我是自在 那么清净 常乐我尽 那么从他受用的角度 一切变现不为烦恼 结合涅槃清净妙根 菩萨在安住一念心性的时候 是离一切相的 只有常乐我尽的功德 四种功德 陪伴的佛菩萨的内心 但是佛菩萨的大悲业力 回到人世间的时候 一切变现 普门四线 他献出庄年的比丘比丘林相 他有时候献出 杂然的那个生死凡夫苦恼的相状 那么他不管献出 什么相状 已经不在受烦恼的干扰 他每献一个东西 菩萨每做一个动作 每说一句话 都合乎涅槃清净的功德 所以他整个就是 从一个自受用跟踏受用的 关键就是在安住现前一念心性 成就自立的他的功德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 就我们的阶段来说 我们现在还谈不上断烦恼 你现在断烦恼 你会伤到你的决心 弄到最后你自己没有感觉 一个人没有感觉 你就花不起菩提心 所以我又没有接近警告 很多修行人说 他说恶秤人 你要他花菩提心 是比菩萨还难 比一个生死凡夫还难 生死凡夫有烦恼 但是他有感觉 他能够练重心苦 花菩提心 恶秤人 你要他花菩提心 根本不可能 一滩死水 死水不藏隆 佛菩萨是一个活水 他那个大悲心跟那个真如 是同时运转 所以这关键也在无助 你不要去 住在你过去的妄想当中 住在你的感觉当中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们看这个 今天的副表第五 那么整个前面我们说的 整个去处破旺 十番显见的思想 无非就是整部能源经 就是正念真如 那么正念真如 这两个字啊 有两层意思 从因地上来说 它是关照 关照我们这念心 本自清静 本自具足 那么在果地上呢 就是有顺从意思 还是顺从真如 不随旺转 那么这个地方 当在偶尔大师的大圣起心的列网书啊 他把这个正念真如啊 他用这个信心 这个信就是随顺 我们这当中有六个次第 先看第一个 礼记信心 我们先把它练一遍 好的 好的 那么 那么礼记信心啊 就是一个标准的生死凡夫 什么叫礼记呢 就是说 这个人在礼体上是一个真如 但是你看他表现出来的作用啊 是完全跟生死凡夫是一模一样的 心有所助 弄到自己啊 心有千千结 在灵命中的时候很痛苦 那么这个就是礼记信心 只有礼体上称得上是信心 我们看他的内涵 所以这个人啊 他从来就不相信 也不随顺自己本具的真如本性 那么他相信谁呢 他相信他自己的感觉 他相信他自己的妄想 那么就跟着感觉 跟着妄想走啊 结果是起获造业 那么当然这样子来说呢 他就在三界里面啊 一次一次的得果报 如果他的感觉是比较美好的 妄想是比较美好的 到天上去 他的感觉妄想是 邪恶丑陋的就到三恶道去 那么这样子不断的在三界打滚啊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段 值得我们庆幸的就是 而信心之性未曾损减 我们过去打了很多的烦恼 造了很多的业 但是我们这念心啊 从来没有受到染污 这个本性啊 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损减 比方说 如水成冰啊 失心不改 这个水啊 因为我们内心有所住 有所执取 就变成冰了 你看水本来是没有形状啊 水有什么形状呢 你用成一个岩形的杯子 它就变岩形了 你用方形的杯子来装水 它就变方形了 它本身没有形状 它随时可以现任何形状 但是冰就不死了 冰它有固定的形状 所以你看那个 执着心很重的 你讲话 你一听他讲话 就知道这个人的种性了 个性刚强 一个人修守能王三妹 他的特色就是调柔善算 柔软 他心是柔软 一个人跟智慧慈悲相应的心是柔软 那么柔软叫做水 那么刚强就是冰啊 但是即便他变成了冰 但是他的私性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恢复他的本来面部 随时 因为他事情没有 没有因为他变成冰的改变吗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我们还是有希望 虽然打眼都烦恼 信心之信没有改变 看第二段 明智信心这以下就开始是修行人了 二三四五六 我们看明智信心这段 那么这一个生死颠倒凡夫呢 他在三界当中一次一次的打滚 每一次都跟着感觉走 跟着妄想走 但是突然间 他遇到了三宝 起欢喜心 他拨出了他的生活当中宝贵的时间 来听闻佛法 如理思维 他终于知道了一个生命中的真相 什么真相呢 人之献钱 借耳心性 极势大秤 这个秤就是车秤 通往常乐我境的一个车秤 原来我内心当中 有一个这么好的东西啊 就是我这天心 本来这足常乐我境嘛 我干嘛一定要向外攀岩呢 我可以回到我的家 我的家里面有种种的珍宝 让我受用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啊 开始怎么样呢 直下承担不护疑惑 他开始知道 这是我是未成之佛 诸佛是以成之佛 齐体无别 原来我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种那种决性 那种功能得用的体性 并没有丧失 直下承担 而且没有任何的疑惑 比方说知冰及水 虽然他现在还是冰 但是他知道 他总有一天 一定可以变成水 我们看这个菩萨界啊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受到菩萨界啊 其实你受到菩萨界 不是只有菩提心而已啊 你要知道严格来说 菩提心它是有空正见的基础 菩萨是要有智慧的 不是只是一股脑的热忱 不是这样 你要用智慧来做基础 一个人对于你的心性 直下承担啊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就不能够说 我做不到 不能讲讲 你看很多人 要怎么样啊 研究佛法 我做不到 你看他讲这句话 就知道 还是活在攀岩心 菩萨界只能够说 我慢慢改 你怎么能够说 我做不到呢 一念心心是清静本来 我跟你讲 你用什么样的思考 你如果一个人经常说 我做不到啊 这个人就很难进步了 你看他三十年后 你看他这个样子啊 还是这样子 你看有些人学佛 学了几十年啊 好久不见了 跟他一见面 一跟他谈 哎呦 老样子 还是这样子 在无量无边的执着当中 增加一些善业如此而已 本质没改变 但是事实上 我们看到很多的学佛者 真的 三年不见 甚至一念不见 整个个性完全改变过来 有些人他坐的车啊 高铁啊 速度之快啊 他那个生命的改变啊 是快 同样两个人烦恼很重 有些人是很快的脱离烦恼 有些人是在反倒中 一直转不出来 你的思考模式有问题 如果你要经常告诉你自己 我做不到 那你就玩 从今以后不要讲这句话 从今以后你要说 我慢慢改 我慢慢修 我终有一天 我慢慢改 表示说 你的信仰是开阔的嘛 你一个人有没有承担心性啊 就看你讲这句话 你一定要讲得出来 你真正在佛菩萨面前 大声地讲出来 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无上试验程 你凭什么说烦恼无尽试验段 凭什么 凭的就是烦恼不真实 达忘本空之真本有 所以你今天研究 那年经营要去受菩萨界啊 你花的厌啊 很真实 一点都不心虚的 你可以很明确的 在佛菩萨面前宣布 我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这叫直下承担啊 这个就是自知我是未成之佛 诸佛是以成之佛 其体无别 当然这个地方还没有修行 但是这个人已经成就大乘的菩萨总性 以印公大师来说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 法王坐下天心身 王子最地 公超群臣 他已经生长在国王的家族 虽然是一个婴儿 虽然是一个婴儿 什么事也没做 但是你不要忘了 他是国王的总性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佛菩萨界这个叫明智信性 透过语言文字的理解 开始 直下承担 他众生的信性 开始下定结心 我从今开始 不要更妄想在一起了 这个是第二个 看第三段 观横信性 若能念念观此心性 知其念及无念 不起无名诛颠倒过 好的 那么观横就是你的心 开始去回光环照 你遇到事情 开始怎么样 念念 你当然我们遇到事情 一个人 开始明心见性 直下承担真如以后 他的内心 还是在打妄想 妄想一个都没有少 但是他面对妄想的时候 态度不同了 他怎么样 他观照真如的过程当中 知其念及无念 第一个念 就是我们身边的妄想 那么他观察这个妄想的本质 就是不生命的心性 怎么观呢 前面佛陀有说过 你遇到妄想来干扰你的时候 你就问他一句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 是啊 你问他的根源 因为妄想最怕你问他这句话 身为一个妄想 他就是一个没头没尾的 他就是因言和合 希望有生 因言别离 希望明灭 所以他没有来处 也没有弃处 古人说 来无所从 弃无所止 所以妄想是善于伪装的一个东西 他没有一个实体 没有实体的东西 你问他 你从什么地方来 那就完了吗 因为他没有一个来处 所以这个时候妄想就消灭了 不起无名诛颠导祸 这个观横 我过去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 我们以前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大概一个过程 我们会要求 研究部同学要定期的闭关 闭关以后 我们出来要跟他面谈 考核他的结果 后来我们在做深交易 过去在做深交易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闭关刚出来的人 他很怕受到干扰 比没有闭关之前更怕干扰 那我们就在找研究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答案 就是说 你一闭关 你发觉你也是这样 你功课做得多 你内心会有一种 寂静的像状出来 这个有没有错 当然没错 这功德像 但是很多人不修理关的时候 他不回关缓照的时候 他住在寂静下 糟糕了 一个人住在寂静下 就很讨厌那个活动干扰的像状 那你这样子就变成冰块 那你的并定型了嘛 你的内心就变成定义做极静像嘛 那你什么都不能动了 那你修行干什么 你不能广布众生 所以说它的问题点不是极静像 而是你要知道极静像从什么地方来 是那一面心性 你要安住一面心性 我们一面心性经过休息界定会 加行能够产生极静像 但是你不能住在上面 你不住极静像 你随时可以现极静像 你回到山中 没有人干扰你 你现极静像 你来到人世间 你现出活动像 这是动静恶向 了然不生嘛 所以你安住一面心性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 你什么像状都可以显现 但是你不属于任何固定的像状 这个就是不起无名诛颠倒祸 心中无助 我们现在讲这个方法 都是让你最快成就佛道的方法 这个秤了 叫守嫩眠王三妹 你从这个角度回家 是越快那么又圆满的 就是观其恋即无恋 这个生命的念头的本质 其实他的本来面目是不生命的一个理想的真如 看第四段 相似信心 好的 那么相似信心就是入圣位了 他经过前面的知良位的菩萨 文经达理 断音生性 并承担真如 到观恋味的开始念念之间 顺从真如 那么远离妄想 把心中的尘埃慢慢的脱离 把这个禁止越擦越干净了 那么到了相似会的时候 他依止他的禅定 任念消除初然 这个初然是三界的烦恼 那么情境六根 这个是入了圣位 看第五 分正信心 若入正位从信心地 乃至菩萨旧见地 分正就是分破无名 分正法身 他这个时候禅定加身 智慧也加身 那么入了整个法身的正位 那么从初地的信心地 乃至于等觉的菩萨的旧见地 经过了四十二个阶位 每一个都是破一分无名 正一分的法身 好像那个月亮 慢慢慢慢越来越远 看最后第六个 究竟信心 若超过菩萨地 维系分别 究竟永静 心性根本 常住现前 那么究竟当然是佛陀了 佛陀啊 整个心性完全开染 整个无始节所惹的 那个表象的尘埃啊 全部脱离 超过了菩萨地 内心维系的妄想分别啊 究竟的穷尽 那么现前一念心性光明的结性呢 常住现前 把无始节那种无量无边的尘埃啊 全部都脱离了 那么从一个净土中的角度 你能够达到第三个阶位 心肠绝诏不随旺转 你的临终就有保护了 我们不是断烦恼 我是要你 观其念及无念 不随旺转 这是关键 好 我们休息15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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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